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无福其社的冰性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00集的part 2 已经拖了很久 终于可以更新part 2了 那我现在有跟各位提了一下 说我1600集到1700集的这几个月 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几个月 为什么说到很重要呢 因为这几个月摔得比较深 就是一个人生的低谷 那说到低谷的话 其实是我自己想的太多 那今天主要就是会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就是说 具体来说为什么说是低谷呢 我在4月中旬的时候呢 我离开了我服务了8年的电子业 然后呢想要自立门户 出来做一些摄影相关的一些工作 那想要自己创业了啊 就是终于又想自己创业了 那原本的一个合作的伙伴 那就突然就变卦了 等于说我离开了前公司 但是呢 我应该跟我合作的partner不见了 然后当时又有一份这个恋爱中的对象又突然又跟我分开 所以等于是一个事业跟感情方面是同时受到打击的一个状态下 那比较痛苦啊 那段时间很想不开 想不开不至于说想去自残啊 或者是伤害自己倒不会啊 这个倒是不会 但是我每天情绪就是很糟糕 我就想着说我怎么办 我怎么这么蠢啊 怎么这么容易就离开前公司了啊 怎么没有想到说人心险恶这一步呢 怎么会怎么会把这个另外一个对对对象呢 就是另外一个partner怎么会把他想那么美好 怎么那每天就陷入一种内耗当中 对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字叫内耗 那怎么摆脱内耗 就是有人就说要我活在当下 但是我当时我听不懂什么叫活在当下 我没办法理解 什么叫活在当下啊 那后来我终于看 很幸运的呢 在B站上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节目 那主持人就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他说什么叫活在当下 就说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就想着这个饭有没有煮熟 好不好吃 合不合你胃口 这样就可以了 你不要去想说 哎呀我那个甩掉我的那个女朋友 有没有在吃饭 他不知道好不好 他不知道会不会喜欢吃 那他会不会跟他新的男朋友在吃饭 你都不要去想这些 这些都是多了 因为你想这些对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人的一生啊 中期你只能够控制 你能够控制到的东西 比方说我的手呢 摸到这个玩具 我就能够控制它 但是如果你拿不到的东西啊 你就不要去想他妈多了 就像我们小时候在看一些买不到的玩具 放在玩具柜里头 我们会很想要去得到它 但事实上想也没有用 它也不会跑到你手上是一样的道理 那人到成年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必须跟小朋友不一样 我们不能再去想这些 不能再去奢求那些 我们凭念力呢也是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去想了啊 那逐渐我逐渐的 我把我的时间精神呢 放在我能够控制的事情上面 慢慢慢慢把自己的生活步调给拉回来 大概花了三四个月 那中间这段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朋友愿意陪我聊天 那我每天会跟他统整一下说 我现在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经历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那当然这中间很多细节我是不能够 一一跟大家说明的啊 但是就是一段 原本应该来讲可能会在半年 甚至一年的一个路程 那我的话大概三个多月 有把它走出来 其中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 我要感谢我自己啊 我先天有做过感情向参的节目 我自己在这段期间之内 我有时候还会不小心刷到 B站有时候还会跳出来啊 我突然那天看到我自己曾经鼓励大家 这是多年前的感情向参 我自己的节目里头 我四年前吧 四年前的我鼓励到四年后的我 他说人要培养顿感的能力 什么叫顿感 就是有些事情就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你就不要那么大惊小怪啊 同学们我告诉你啊 这个就是人呢 有时候你做好事 有时候会回报到自己身上 这是典型的一个现实吧 就做好事回报到自己身上 我四年前勉励大家的话 在四年之后勉励到我自己 很神奇对不对 那最近刚好又有朋友就是 微信上面给我留言说 希望我能够再更新 感情向参 我觉得我没有余力啊 第二个就是说 就是说 没有人特别去来询问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再来我发现 其实那是别人的事情 就是说 那也是各位你们的事情 其实我发现 我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什么 我只能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谈给你听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 那我回答各位的问题 也只能跟我现在处理 我自己的方式是一样 一个大原则 先把自己救活啊 对 不管怎么样 在任何情况下 不要伤害自己 先把自己的情绪 稳定下来 先先来看自己还拥有什么 像我这段 那段 那几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的存款也还有啊 那我每个月的一个营业额 还是都在很稳定的 在成长当中啊 我只是 我只是 因为一下子离开了一个 固定上班的地方 我突然不太适应 变成一个自由业者 我不用固定时间 就是去打卡报道 我不用了 那每个月少了一笔固定的薪水 但是我多了每天 可能数十个 每天十多个小时的时间 是自由的 可以处理我自己的事情 那 很多方面 其实 这样说好了 就是说 我手上可能 原本有十万大军 我可能只是折损了 其中一两万而已 我的优势还是存在 但是我太把它看得很严重了 所以就是说 我后来 在真的是 四五 月的时候 非常非常糟糕 但是到六月的时候 我就慢慢回过神 而这当中也 不乏有很多好朋友 陪我聊天 走过来 特别是听我讲 我一些感情方面的 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这个东西 毕竟已经过去了 那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 我也提过了 就是 在这几个月当中 有一个重要的事件 就是 《变形金刚》第七集的上映 对 第七集的上映 电影的 评价我是给它比较高 我很喜欢第七集 那 真的是让我重新 燃起了 对《变形金刚》开箱的一个 二次的热情 我 被《变形金刚》 拯救过 两次 这个 应该有跟大家聊过 第一次是09年 那 这一次 对不对 因为一部好看的电影 让我对这个玩具的热忱 再次回来 让我在开箱的时候 又有热忱 好 那我去插个话 讲一下这个 我前几期在做 我在做哪一款玩具的时候 我提到说 我这个SS101号的这个天灾 我的这个零件断掉了 那 我的好朋友 国安小兄弟呢 他有帮我修好了 这个断掉的这个部件 他换了一块 一块另外一个人物身上 另外一个玩具身上的 的一个 杀肉件给我 我终于把它给 又回复到了 他又可以变形了 非常的感谢他 每次都 帮我处理一些损坏的玩具 还有提供一些改造品 给我们做节目的素材 那他的一个 这个是他的一个 他的玩具 这是他的一个天灾 那我跟他说 你寄过来 我看一下 因为他这个是有一个配件包 一个叫tim的配件包 那他主要的差别是 主要说是这个头雕 这个头雕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头雕是一个电影里头的头雕 然后他是可以发光 但是怎么发光 我找不到按钮啊 而且他这个面料 面罩是可以拿掉的 面罩可以拿掉 但是做的不是很精细的一张脸 好 OK 我会说他的脸不是很精细 不是说我的脸不很精细啊 然后他还有多了一个大炮 然后以及其他的大腿有一处 还有内侧 还有这个脚踝 一共是两腿就是六个部件 加上炮 加上头雕 那大概是八个一个配件 那各位你可以看一下效果吧 不过目前DNA要推出了 大家可能还是会选DNA 大家知道一些就行了 我是想说就顺便给他 就借过来给我做个 简单的小展示 也跟他表示一个感谢啊 真的我第七集的电影 拯救了我这几个月的 很多的不愉快 那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觉得我一直是还是比较幸运 那我的现况的话就是 目前就是做摄影的方面的 因为前几天又有一个 已经有四五年 四年五年没有联系的 变形金刚同好 台湾的朋友了 问起我的近况 那我就跟他说 我现在的主页是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聊了一下 我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啊 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变化啊 包括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就台湾的变形金刚开箱的一个 跟我同时期开始做的 一个叫王老师的朋友 他前一阵子大概十天 大概一一个月之内吧 他突然脱根 他把他所有 他把他收藏了十四年的变形金刚 全部都卖掉了 这整个脱离的一杆二斤啊 那我也感觉到有点寂寞了 就是有一个老朋友又 又脱离这个圈子 当然不排除他哪一天还会再回来 anyway我们祝福我们当然是祝福他了 那这段时间的话呢 我过得也是风风 就是有一个波谷啦 波长波谷这样走过来 就今天今天的话就给大家 就做这么样一个分享 就无论无论什么时候啊 你处理你能够你的 你处理你能处理的部分就可以了 那你能处理的部分是指一般客观条件下 你能处理的部分就好了啊 你比方说你一个 你不要去在乎说什么 已经分手的人还想不想你啦 你也不要在乎说什么 今天我讲了一句话 哪个同事会不会不爱听啊 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啊 那个其实 那个你烦恼这些事情都没有任何意义 你一旦陷入一个内耗的话呢 你的时间体力精神 但会流失在一些不应该担心的事情上面 然后你会越来越虚弱 无论如何 第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会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照顾好 你的身体如果不好 你的心灵就不好 心灵不好就会做错误的决定 然后错误的决定会造成不好的结果 然后你就无限的自己怀疑 然后就身体就更差 就会越来越差 好 那我要讲 还有一点我要讲 大家不要听我讲好像很愉快 其实也没有那么愉快 我们也是很多年的积累 努力下来 我们才有这个一些后盾 所谓的后盾就是说 你有存到一点钱 你才有办法说 今天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 说跳槽就跳槽 说这个就开 想要做个事业的第二 第二春你就做事业的第二春 平常就要 平常就要耕耘 平常就要努力 那累积一些能量之后 你才能够去挑战一些 你以前不敢挑战的东西 那所以人的成功啊 我不敢 我不是说我成功了 我不是说我成功 我说人要敢于尝试 你也要有一个基本的本钱了 那这个本钱是 如果你不是家境很富裕 如果你不是投对胎的 如果你投胎技能不是很好的人 是你从年轻的时候 你就开始累积了 对 你要要要还是要有一种 尽管我相信人的成功运气的成分 其实不能算低 以前台湾有一首老歌 就说就叶启田唱的 对不对 就是30%是要靠运气的 其实还真的30%是至少要30% 真的 运气啊 是比实力可能还要更重要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是要有一个实力 你要有实力能够累积自己的生命能源 等到能够能够耗到奇迹 耗到那个运气来的那个时间 所以我们平常的勤奋还是要的 但是每天每天做你 觉得应该要做到多少的量 其他就交给老天 就像我现在 现在有状况 我现在跟开店做生意其实差不多 我每天该处理多少照片 那我能够做的 开箱能够做到多少 每天一定要强迫自己 做到那个量 做到了之后 老天爷要不要伤我一口饭吃 那就是老天爷的意思了 那至少我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也晚上比较好睡觉嘛 对不对 那成如我今天说的 我就烦恼 我能做得到的 控制得到的范围就好了 我今天的时间就只有这么多 那我的体力精神 大概能做到这么多的量 好可以了 真的 那其他就是老天安排了 好吧 那 那就今天主要就两件事吧 第一个 告诉大家 我喜欢的玩具 本来坏掉 但是现在又修好了 这个 作为一个模型玩具的开箱组的话呢 这种喜悦是 很难以 很难以隐藏的 特别是 这个是我 最喜欢的 第七季的玩具啊 应该是 应该是算是最前 最喜欢的了啊 就 嗯 失而复得的感觉 很快乐 那第二个就是 跟大家分享 我这几个月以来 刻骨铭心的感受 啊 人 记得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把自己活好一点 活精彩一点 比什么都重要啊 比什么都重要 那今天就给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其实我这段话已经讲两遍了 上一次录 麦克风忘了开 所以同样的话 我讲了第二次了 这个就是我能控制到的范围 我可以录第二次 好吧 呵呵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